大逆不到,我一掌拍在她清俊如玉的脸上,顺势推开她,坐起来抖抖袖子,我是男的,静怡安捂着脸,重新扑过来,大有饥不择食之下,我管你男的女的,你长的俊,化妆苗眉披嫁衣,总能糊弄过去,她要娶我妹妹了,倒不是她自己愿意。 明依王与我爹是拜爸子的交情,当年订了娃娃亲,长女配长子,所以她得娶。 以前,静怡安没见过我妹妹的时候,她还挺高兴的,总说有我这样的哥哥,妹妹能差到哪去? 直到两年前,十九岁的静怡安遇见了十五岁的温宇宁,然后,她用一块玉珊瑚给她脑门上打了个大洞,静怡安从此对她必如蛇蝎。 这会儿,静怡安已经抱着我往外走了,一边走一边紧着念叨,温室宁,好人做道底,送佛送道西,你嫁过去,我保证对你好,半个女人而已,能有多难? 我深吸了一口气,道,我下个月要上战场,没工夫陪你玩,话音刚落,人突然不动了,到底是自家兄弟,我自觉话说中了,开口安慰他,你不要过于思念我,如果运气好,我逢年过节,还是可以回京城的,你,你努力耕耘,给我生个外生出来。 不算辜负我们的同窗情谊,不,静怡安语气苦涩,抱着我往回走,你救救我,你救救我,静狗拿命来,一到中气十足的时候,自身后传来,静怡安匡当,一脚踹上房门,便抱为扛,去掀后面的窗户,他来了,他来了。 在他精黄的说话声中,身后的门应声而裂,温宇宁武一柄长刀,虎虎声微,静狗,听说你要娶我,他长身而立,冷笑不止,静怡安搬着我,放到自己身前,善笑,女侠息怒,我,我对你兄长一见钟情, 并不会娶你,只是,我与他不为世俗所容,还请女侠开恩,让侍宁借你身份嫁给我。 温宇宁眼睛一眯,转而看我,哥,你自愿的。 若他强迫于你,我必叫他伸手分离。 温宇宁是个暴脾气,只怕不能善了,我只好暂时应下,对他道,宇宁,我有话同他说,你先回去。 温宇宁离去前,粗声粗气道,哥,你安心去吧,我带你上战场。 他刚走,我便捡起吊在地上的外山,也往外走。 静以安拽住我,你上哪去? 我抽着袖子,回家。 行,我让家里照你的身量做嫁衣,你喜欢东珠还是五色线? 几只凤凰,还是都要? 我甩开它,随你。 回到将军府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去了盐舞场,天幕下,我爹还坐在那儿,看着光秃秃的盐舞场愣神。 他听见动静,扭头看我,接着对我招招手,坐。 我点点头,在不远处坐下。 侍宁,准备得如何了? 我硬道,还行。 他瞥了我一眼,语气深沉,咱家的仕途都指望你了。 去了战场,挣个功名出来。 我想了一会儿,爹,宇宁一定要嫁给静义安吗? 我看他不想嫁。 他倾壳一生,避重就倾道,他性子裂点没关系,嫁过去不吃亏。 咱们家没有男孩,你作为长姐,多劝劝他,你娘泉下有之,也能安心。 我点点头,去了雨宁屋里。 他正擦拭那把寒光凛凛的长刀,眼都不抬,姐你别劝我。 我跟随父亲在战场上长大,受不了和一群婆妈文人相处,我生来就是杀蛮子的。 我叹了口气,战场凶险,刀剑无眼,你一个姑娘家,别掺和。 温宇宁目光灼灼,姐,你也是姑娘家,三岁十字,五岁作诗,七岁骑射问鼎皇城,若是男子,早该败相了。 你可以做到,为什么我不行? 我板起脸,咱们家有我一个就够了。 温宇宁疼地站起来,这些年,我亲眼看着你变得沉默寡言,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些,咱们家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女人。 温宇宁,我语气森冷,恨不得敲醒她。 你是不是怕被我抢了风头,她彻底翻脸了,用蛮力将我推出门外,一个月闭门不见。 我原以为,事情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解决了,可万没想到,大婚荡日,我是在喜觉里醒来的,四周是热闹的爆竹声和人声。 我撩开盖头,眼前叮叮当当,一串东珠,晃得我头晕。 我突然想起昨夜温宇宁出嫁前,曾面露愧疚,亲自斟酒赔罪。 一杯下肚,不省人事,岂有此理,真是反了。 袖子里晃晃悠悠,洒落一封信。 我捡起来,温宇宁苍静有力的字跃然纸上, 歌,见字如雾,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杀蛮子去了。 后会有期,我缓缓攥紧了信纸,暗骂了一声,草。 事已至此,我只能见机行事,不可落了名仪王府的面子。 轿子一停,喜娘高声喊道,新娘子下轿。 随之,帘子外面伸进一只手,修长白皙,骨肉匀称。 是静以安的手。 她见我没有反应,勾了勾手,笑声说,别愣着,快点的。 旋即人脑袋顺着帘子缝隙挤进来,姑奶奶,我求你。 话落,人突然定在那儿,与我四目相对。 静以安的眼珠子一转不转,粘在我脸上,白皙面旁渐渐染了红韵,不多时,仗得跟柿子般。 我淡定地盯着她,她也盯着我,半嗓渐渐勾起一抹灿烂的笑,宁宁,为夫来接你了。 事发突然,从得知我待妹出嫁,到被她土匪般抱出轿子,只有一瞬间。 我下意识地挣扎一番,无果,倾壳一生,岂有此理。 静以安魂不在意,抱着我大步跨过火盆,原本还愁如何保全我小命的同时,把你妹妹领进门,现在不用了,兄弟的豆腐不吃白不吃。 我沉闷闷地看了她一眼,正对上她稀奇的目光。 你别说,是挺好看的,你要是个女人,我就娶你了。 我被她气得气血翻涌,敏唇一言不发。 华灯初上,静以安刚把我送进洗房,还没来得及说句话,就被拽去前院吃洗。 人刚走,我一把揭了盖头,在屋中翻箱倒柜,掏出了压箱底的陪价,随便扯了床单打成包袱,甩到背上,掀窗就走。 墨地。 一群人出现在院子里,开窗声惊动了他们,一时间,树木相对,针络可闻。 我保持翻窗的姿势将在门口。 被围在中间的金贵公子愣了片刻,脸色大变,冲过来拦腰将我抱住,对着别人打哈哈,内子顽劣,见笑见笑。 众人安静如鸡,静以安风风火火地将我扛进屋,小门一关,俊脸一板。 祖宗,您想干什么? 我驱走静以安的胳膊,温宇宁今夜就要出北关了,我抓他回来。 静以安抱着我转了个盖,往屋里推,抓什么抓,腿掌孩子身上,你还能跺下来。 我和他对视半天,突然转身往外跑。 静以安眼疾手快地一把将我扯回,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让别人帮你找,行了吧? 见我还是没松动,静以安背靠窗,呈大字形蓝在我跟前,苦口婆心道。 温大公子,城门下药,您穿着一身火红嫁衣在街上狂奔,是生怕外头人不知道,您接男扮女装,嫁给我静以安。 我探着脑袋,额头突突突直跳,确实不划算,如果被我爹识破,抓回去,定然要打断双腿。 静以安见我没了动静 缓了口气 少安无躁 我已派人追去了 不出几日 定能得到消息 在此之前 烦请温大公子委屈几日 看他那副成竹在兄的模样 我烦躁的心性 渐渐平息下来 静以安此人 虽擅长多乖弄翘 但也是经中少有的 出众后辈 明依王府就他一独子 押着他学了诸子百家 厚黑全眸之道 办事最为靠谱 我扔了包袱 坐在床上 如今怎么办 静以安早解了红锦袍 紧挨着我坐下 淡淡酒气扑鼻 却并不难闻 不如早点圆房 他眼神闪着亮光 不知是说着玩 还是存心找打 静公子的耳朵 可听见自个儿嘴说了什么 静以安笑容一收 贴着床边扇扇站起 瞧你 我 我就随便说说 外头不是 有人听着吗 你一个大男人 还怕什么调戏不调戏的 静以安 过来 他摇摇头 身杆笔直 您别客气 不知不觉 他退到凳子旁 我皱皱眉 提醒他 你别跑了 静以安又往后挪了一步 我 随后 我眼睁睁看着静以安 后脚扮在小凳上 撞上小榻 脸一转朝下再去 门牙亲在了桌子棱 发出冬的一声脆响 大昏当夜 柿子妃归房兮兮 用力过猛 导致柿子腹伤 连夜请来了御医 老御医憋笑 憋得老脸颤红 还扬作淡定 柿子 牙只是缺了一小块 不影响观瞻 饮食尚多加注意 需清汤寡水 凉热事宜 静以安捂着牙 一副筋疲力尽的模样 不要声张 不要声张 过后几日 静以安坚持宿 在小榻上 一副被我欺负了的模样 频繁使唤我端茶到水 我生性沉闷 不爱言语 便也游着它 到了晚上 它要与我同床共枕 起先我颇为抗拒 直到她拉着我 从王家的寡妇 讲到张元外家的十八房姨娘 讲得人昏昏欲睡 一点花花心思都没有 我才渐渐放心下来 期间 名仪王妃派人 听了几回墙角 得知原房毫无进展 心生一计 让我一个心腹 跟着她参加集会 我们温家满门操汉 哪里去过这个呀 当我得知自己 马上要套着几斤首饰 出现在湘王妃寿宴上时 头皮都炸了 对着窗外的一树 勺要走神半天 没想到好对策 静以安从书上露出桃花眼 一挑 温凶 温凶 我收回目光 静静看向她 静以安舔着脸笑 劳烦帮我看看 哪家小娘子身材好 我刷地抽出长剑 比着她脖子 你不守难得 我将妹妹嫁给你 不是让你看美女的 静以安小心翼翼地 用食指推开剑刃 言重了 我这不是替你物色人选吗 明依王妃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 倾咳一声 你们在干什么 静以安一改嬉皮笑脸 夺过我的剑放在手中把玩 吊耳郎当道 我呀 焦宁宁练剑呢 说完还在自己的脖子上比量一番 你瞧 遇见危险 要朝这里砍 我知道她在帮我遮掩 问门口 娘有事 明依王妃道 给你送些料子过来 明日在场都是名门闺秀 与宁你跟在我身边 要谨言慎行 我就知道明日不能轻易过关 我还没回话 静以安挑眉 她不喜嘈杂场合 我替她去吧 我盯着静以安的后脑勺 都能听见她脑子里的算盘 踢趴作响 她喜欢欧阳家的大小姐 新家的妹妹 陆家的寡妇 但凡喘气得漂亮的 她都喜欢 明依王妃撑她一眼 女人家的集会 哪有你的地儿 老实在前院待着 我被她敲打一番 第二日便被盯着戴上进步 一身环佩之下 我仿佛失了精气神 木偶一般被弄上马车 向王妃寿宴嘉丽云集 明依王妃领着穿过回廊 吸引了许多目光 不少女子交头接耳 对我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我当然晓得 靳以安在淮春少女中的名气 以前和她同窗 每日醒来 窗前都会出现许多娇艳的花 是送给靳以安的 我端坐在一群长辈中 神游天外 偶尔听上几句 便是不孝有三 吾厚为大 福四绵延 生儿育女为女子之本 心里琢磨 昨夜兵法读到哪一章节 渐渐地 我就听出话风不对 温家五女眷教导 你爹忙于练兵 交出的女儿举止粗俗些 寻常人家都忍不得 只有你婆母不嫌弃 留你在王府悉心教导 这是你的福气 向王妃大气端庄 说出的话 却一句比一句难听 周围之人纷纷附和 王妃和婆母在场 你怎可心不在焉 半句也不答 我不曾出入于后宅 不善应对此情此景 一时愣在当场 不料此等反应 更引来众人的不满 连名仪王妃都促起了眉 我在家便是这样教你的 方才说的 你可记下了 母亲趁我不在 说什么了 株莲一仙 一名谋善赖的公子 神色从容地迈进来 她穿着水红色的圆领袍 头顶留金冠 华贵起立 瞬间吸引了场中 所有姑娘的目光 静以安又再又再来到我面前 对着明仪王妃作医 我在前院待得无聊 特地跑来后院 听伯母们闲谈 说完 示意我给她让开地方 我松了口气 站在她后面 湘王妃笑得一脸和煦 言语间丝毫没有苛责之意 许久不见你了 明仪王妃笑笑 在书院待几年 失了管教 连规矩都不顾了 静以安转回刚才的话题 方才都谈什么呢 我倾壳一声 示意静以安别再问了 她似有所感 摸摸鼻子 笑道 这几日 群方楼新来了个花魁 舞姿一绝 正打算今晚再去呢 母亲替我跟雨宁求个情 放我一马 这般混不吝的话 将错处都揽在她自己身上了 此话一出 众人都变了神色 看我的目光中 多了一丝同情 明仪王妃更是坐不住了 低齿一声 胡闹 你新婚艳儿 怎可去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 静以安笑笑 任凭她骂 少请起身 我何包呢 绣好了 我愣了半天 没反应过来 静以安一手搭在我肩膀上 就知道你忘了 走 回家给我绣去 我一路被她牵出屋 走在小花园里 静以安一改方才的沉稳 跟我邀功 温凶 如何 我刚才表现不错吧 我望着面前 那张挂着明艳笑容的脸 身子默默朝后退了一步 多谢 静以安没觉察到我的不自在 笑咪咪道 不如谢点别的 什么 我千算万算 没算到静以安让我请她喝花酒 她把一打银票 往桌子上霸气一拍 老宝 叫你们这儿最好看的姑娘伺候 都说这里的姑娘殊色清诚 她安排好自己 还好心地为我安排了一位 那妖娆艳丽的姑娘贴在我身上 将美酒凑到我唇边 娇滴滴地劝道 公子喝酒 我浑身僵硬 极力忍住心中翻涌的不适 看静以安在温柔箱里左拥右抱 游刃有余 她穿过轻薄的绫罗 笑问我 温兄都是男人 别放不开呀 话落 她在一旁的姑娘 手上轻掐了一把 女人的声音嫩得滴水 咯咯笑着同她打去 我疼得起身 生怕此等行径污了我眼 目不斜视地开门 我在外面等你 丢下一袋钱 我不速急促地出了花楼 花灯出上 满楼红袖 琵琶琴曲缠绵不绝 我身处其中 自觉难以融入 对着暗沉沉的夜空 清吐一口浊气 听声后 尽以安吉匆匆跟出来 宁宁 你怎么了 我自顾自跳上马车 居高临下地望着她 玩开心了 尽以安止一眼 便觉出我心情不对 推开粘过来的美人 拍拍袍子登车 不完了 咱们回家 一路上 我们谁都没说话 身上沾惹的脂粉 气在空中 慢悠悠浮动 马车压过轻石板 偶尽几个石头 顶起车轮 车脸摇摇晃晃 撞响了车角的银铃 尽以安动了动胳膊 说 宁宁 我是怕你在家太闷 你不喜欢 以后我不带你去便食 我自幼勤学苦练 连半点腌制都不曾沾惹 就连街角少女 最喜欢的桂花糖 味道经年累月的打磨 早已模糊在记忆深处 这样的富贵温柔香 便是我心底难以企及的梦 按照我爹的话 我不该对此 有一丝一毫的向往 我生来就是属于沙场的 今夜 我才晓得 我和靳以安 终归不是一类人 宁宁 靳以安的声音将我换回 我青猝眉头 你还是换我温胸吧 不成 你住在家里 不可露出破绽 靳以安支着头 皎洁的月色落在她侧脸 若母亲为难你 记得跟我说 我一时晃了眼 恩一声 一开目光 心里空落落的 带回到家中 已然夜深 我浑身疲惫 沐浴过后 便全进被子里 靳以安不知 在外面忙些什么 我等不得她 早早睡下 半梦半醒 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 明日王妃要给 世子妃立规矩 晨昏定省一样不落 她睡了 世子不睡 她怎可先行休息 靳以安冷笑一声 你这么喜欢规矩 不如给我立立 老奴不敢 她是我的人 院子里的规矩我来定 明日晨昏定省 我替她去 世子 她出身粗忙 若不加约束 将来可是丢您的脸 我从混沌中清醒过来 睁开眼 看见屏风后 一站一坐两个影子 靳以安单脚搭在凳子上 我劝你别找事 我取温室 便容不得府里说她闲话 你忘了额头是怎么伤的 我不长眼 撞石头上磕的 怎么了 人生消停 那人不情不愿地服服身 老奴话已带到 还望世子如实告知 我盯着屏风上静坐的身影 有些庆幸 与您没嫁过来是对的 我爹因为娘亲的事心怀愧疚 总想替雨宁寻个好去处 她性子活泼 天真烂漫 明仪王府于她来说 是禁锢而非救赎 哗啦 株帘轻波 外间熄了灯 我匆忙闭眼 阳装熟睡 透过眼皮 能察觉一道暗影 头落床前 半晌 静以安轻叹一声 自己也上来 替我拉好被子 宁宁 我假模假样地呐了一声 往里挪挪 好半天 我察觉到脸上痒痒的 后知后觉 静以安在摸我的脸 我突然睁眼 对上她柔情蜜意的眼神 瞬间僵住 静以安的眼神 从安详 渐渐转为惊恐 手盖在 我脸上上来不及撤走 吞吐道 你不要误会啊 我 我看见个蚊子 我在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一个荒唐的念头 疯狂顶撞我的理智 企图破壳而出 她 不会 喜欢男人吧 眼看静以安红了耳根 急痴白脸的辩驳 我飞快地翻了个身 闭上眼 睡吧 静以安的手停在半空 好半天 她深吐了一口气 小声说 你不要乱想 我还是挺喜欢逛花楼的 嗯 知道了 我嘴上虽然答应着 心里已经在盘算 怎么给与宁退婚了 第二日起早 静以安不知去向 我想起昨夜的对话 迟疑一番 让丫鬟替我装扮好 去王妃院子里请安 晚春时节 天还不热 偶尔穿堂风吹过 拨弄起发间的金串子 分外窃异 远处是少女在嬉戏打闹 秋千迎风 少女裙摆飘扬 我看呆了 站在回廊下 想起幼年时 母亲曾站在后面 将我推向高高的天空 我能看见围墙外穿短如裙 卖豆腐的妇人 和追逐的幼童 我的裙摆装满了 圣下和母亲的温柔 后来母亲死后 这些都不属于我了 父亲说 我的手臂 不是用来抓鞦韆的 而是提枪斩鲁 保家卫国的 世子妃 时辰不早了 扑从出声 打断了我漫长遥远的思绪 隔着窗户 王妃已经看见我了 静以安不知何时 出现在门口 一身竹青色圆领袍 白色妖风 金贵儒雅 笑道 让她看 我堂堂王府世子妃 看一会儿秋千怎么了 可明依王妃低声表达了她的不满 静以安继续她的话题 娘 我平日最凡有人吵我 她若日日来请安 我便睡不安稳 明依王妃面露迟疑 可是 她 我自己的媳妇 好与不好 只有我自己晓得 立什么规矩 明依王妃看了眼在旁边装聋作哑的我 叹了口气 我晓得你与她兄长交好 我也并非想为难她 可你与你父亲在巢中行走 那宅妇人若被人抓住把柄 怕是有人给你们使绊子 我生怕静以安为此 跟王妃吵起来 点头应下 婆母所言极是 日后晨婚定声 媳妇一样不落 静以安卡壳式地瞪着我 明依王妃神色略有舒展 我便知道 你是个懂事的 若是生个一儿半女 静以安脸色 瞬间变得极不自然 娘 我先带她回去了 说完不等我反应 静以安便急吼吼拽我出了院子 我还没给母亲请安 请什么 你难道想听她念叨生孩子的事 静以安耳根泛起粉色 眼神犹疑 我浑身过电斑 觉得她手心灼人 那种不好的预感又来了 你能不能先把我放开 我语气僵硬 连话都不会说了 静以安后知后觉 被烫到势得松手 我不是傻子 我懂那种暧昧中 缓缓流动的是什么 远处的少女咯咯笑着 越荡越高 像只自由的鸟 枝子花素素 香气席卷 却划不开我和她之间的尴尬 她垂下眼睛 深吸一口气 碰我一下 你喜欢那边的姑娘 啊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秋千上的少女笑容明媚 静以安悄悄瞥了我一眼 咬牙说 那是我远房堂妹 你若是喜欢 我便帮你二人牵线 原来我的行为叫她误会了 我摇摇头 浅笑道 不必 我只是觉得那秋千有意思 静以安眼神一颤 渐渐变得明亮 你想玩 想吗 自父亲让我改头换面后 我再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不是想不想 而是该不该 男孩不该喜欢秋千 静以安大喇喇勾住我的脖子 别害臊啊 你现在就是女子 女子荡秋千 没人笑话你 虽然只是轻飘飘一句话 却像一根头发丝 落在心头 挠得痒痒的 折服多年的愿望 像一粒种子 破土而出 静以安笑咪咪地靠近小姑娘 掏出几枚铜板 道 燕儿 你嫂子想试试 你拿着钱 去街口买糖吃 小姑娘晃动了几下 落地 兴高采烈地接过铜板 用眼睛打亮着我 笑道 这个姐姐真漂亮 裙子也好看 是个讨喜的孩子 我摸摸头 目送她走远 随后坐在鞦韆上 仰头是密集的树叶和斑驳的天光 风和日暖 静以安站在后面 坐稳了 她手掌贴在我背上 稍加用力 久违的失重感将我包裹 春风过耳 这一刻 天空近在咫尺 鞦韆越荡越高 我缓缓张开了双臂 燕儿小姐 突然 一阵惊呼 自墙外传来 我接着最高点 清楚地看见燕儿 被一壮汉裹住 逃向街角 静以安 叫人 我驱腿一蹬 戒时飞上墙头 落在墙外 那壮汉被我吓了一跳 本能地抽出匕首 向我捅来 我唯恐她伤了孩子 一把将她抢来 燕儿吓哭了 挣扎间不小心 拽住我的袖口 导致我动作瞬间停滞 匕首擦着我肋下筒进去 顿痛感并没有 减慢我的招式 弯腰给她一个扫堂腿 壮汉跌倒在地 我提着燕儿 扔向赶来的侍卫 另一只手反手扣住壮汉 担心压住她的脊背 匕首擦着她耳朵 插进地面 冷声道 谁让你来的 壮汉拼命挣扎 大喊 饶命 我想抢点银子 可她的招式 分明不像寻常土匪 匕首乃精铁所致 绝非凡夫俗子能得到 我拿刀逼近她的脖子 低声在她耳边道 不说实话 用不用我给你放放血 宁宁 我突然被人从地上拽起 落尽一个怀抱 尽已安脸色阴沉 咬牙切齿 把人看住 别让她跑了 眨眼间 壮汉已经被侍卫团团围住 姐姐流血了 燕儿脸上挂着胃干的泪珠 唾气不已 我刚想说没事 静已安把我打横抱起 一脸阴沉地喝道 请大夫 我心中意紧 不行 我的人 你放心 她的人 我更不能放心了 硬着头皮道 不必了 小伤而已 我自己能处理 放屁 她一路踹开门 畅通无阻 她将我放在床上 动手来截我外衣 我挣扎起来 你干什么 别动 静已安语气严厉 我看看 我忍痛 一把推开她 不用你 都是男人 你怕什么 就是怕你 男扮女装 是欺君之罪 绝不能有任何人发现 话音落 静已安将在原地 脸色刷白 她仿佛被人窥探了隐秘 后退两步 我压住伤口 忍痛和上凌乱的外衣 靠在墙上慢慢喘息着 疏解疼痛 宁宁 静已安盯着我 轻声商讨 你先让我看看伤口行吗 我哪也不动 出去 我感觉树胸的袋子 似乎松了 语气急切 静已安嘴唇抖了抖 半晌低下头 攥紧拳头 对不起 我 让大夫进来 不必了 我额头布满汗水 拿酒来 我自己弄 那壮汗招式很辣 几乎从我的肋下 戳去了一层皮 好在有树胸的保护 伤口不大 我常年跟随父亲出入沙场 这样的大伤小伤早已遍布身体 多一个也不算多 静已安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 只剩外间伺候的丫头 我咬住被褥 烈酒泼上伤口的瞬间 腾起一层薄汗 闷哼声被堵在被褥中 屋中只剩不规则的喘息 是自飞 需不需要奴婢喊大夫进来 用些麻沸伞或许好一些 我勉强奋出一些精力拒绝他 常年在战场之人 哪有条件用麻沸伞 都是在危急关头 实在挺不住了 才用上一点 不出半课 我处理完伤口 脱力般陷进被褥 换水 一开口 声音沙哑 丫鬟进来 看见血红的水盆 都吓哭了 哆哆嗦嗦端出去 夜里我烧起来 半梦半醒 回到了沙场 那一年 我年轻 策马穷追 深入敌军深处 被一只箭矢射穿肩甲骨 最后我爹将我从敌军中救出 扔在帐中 说 次日不好 便滚回家去 我稀里糊涂地攥住一个人 要水喝 一生长长的叹息之后 有茶杯未至嘴边 我如沙漠中的旅人 拼命地汲取甘泉 一杯接一杯 到最后 他指住我要水的动作 抱紧 缓一缓再喝 我口干舌燥 只好忍着 点点头 疼吗 不疼 我语气急切 用力抓紧那人 疼你就说出来 我在呢 父亲放心 我不疼 怕他不相信 我一遍遍重复 我不疼 明日就好了 别让我走 迷迷糊糊 终于熬过一夜 天明睁眼 我还尚未从梦眼中缓过神 冰着装饰华美的窗台 看了好一会儿 破旧的军杖渐渐淡去 我才记起 原来我在明夷王府 动了动 靳以安便惊醒了 他从床边爬起 宁宁 要喝水吗 我咽了口唾沫 嗓子火辣辣的 说不出话 无声点点头 靳以安擦了擦眼 起身去倒水 你昨晚一直在 他背对着我 硬道 是 大夫说 你得有人看着 他们都是女子 我不放心 我许久没说话 靳以安便紧接着补充道 等你好些 我便走 经他提醒 我才意识到 昨日混乱间 他似乎 不小心暴露了什么 靳以安一转身 正对上我打量的目光 难堪地低下头 远远站着 递给我茶杯 自己接着 我一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 开口解释这种事 他喜欢男子 亦是将我当男子 来喜欢 可我并非男子 你和我 大不同 伴上我指甘巴巴 挤出这么一句话 希望他悬崖勒马 靳以安的手 还停在半空 里面的茶水 散着悠悠鸟鸟的热气 无声飘上半空 我知道 靳以安 语气干涩 目光 却幽暗执着 可是这跟我喜欢 你不冲突 果然 我心一沉 半天 没想好 要说什么 我甚至 从来没想过 他会喜欢我 而且是这种 完全错位的感情 对不起 我半赏 只挤出三个字 靳以安点点头 将茶水塞进我手里 退回去远远坐着 我心乱如麻 与您有消息了吗 靳以安弯腰 将茶水放在一旁 嗯 合理吧 我抬眼 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开口 从今以后 我们两家 都不要有联系了 壮汉手中的匕首 出自关外蛮人之手 那是温家的敌人 我给不了他任何答复 便要断得干干净净 靳以安眼中的光 瞬间暗淡 最后应道 好 自从靳以安答应和离后 他人便消失了 我躺在床上静养了几日 便叫人 把我挪到廊下 闲来无事 看着远处小姑娘荡秋千 一晃就是半日 窗台上 每日都会莫名其妙 出现糖果和糕点 直到某天 我看见远处 慌乱逃窜的小身子 才知道 燕儿为此一直心怀愧疚 我默默收拾好行李 某夜 我展开温家的密信 蛮夷扣官 公子素质 父亲不知从哪打听到我的行踪 托人来信 并未多加苛责 只是寥寥数语 将功补过 看来 是等不到明日了 月夜成名 窗口的风 分外温柔 我抽出发间的金簪 七发卷落 枝子花的香气扑鼻 镜中的女子 红唇粉塞 温柔和顺 如月亮式的皎洁 也许这辈子 对镜梳妆 只有这一次了 寂静的夜晚 突然传来碎瓷片声 我打开门 看见静义安抱着一坛酒 坐在门前 仰头看月亮 她似乎没想到 我能开门 瞬间从台阶上站起 慌乱后退一步 宁宁 你怎么出来了 静义安发丝凌乱 似乎醉了 我捡起放旁边的酒坛 拔开筛子 有些话 想跟你说 静义安这才慢慢 坐在我身边 你说 我要走了 静义安抱着酒坛子没动 半嗓滴滴 应了一声 还回来吗 不知道 我喝了一口酒 辛辣的液体顺着喉管 灼烫了五脏六腑 蛮夷作乱 一打可能要很多年 我知道你想劝我什么 静义安倾笑一声 我不会另取女子为妻的 这种事 我宁愿你不知道 原本那些不可名状的情愫 渐渐风时 我心中压了块石头 一时间想不出任何话 静义安似乎默认 自己让我难堪了 滴滴说了句 对不起 如果你有喜欢的人 就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末地开口 打断了她的话 夜风速速 吹起我的黑发 静义安抬眼 看见我微红的眼眶 一愣 牵强地笑了 语气苦涩 温凶 事事岂能都如人所愿 嗯 爱而不得是寻常 我轻轻呢喃 不知是对她说 还是对自己 远处传来哨声 那是父亲的亲信 发来的信号 我仰头 引进最后一口酒 提起行李 站在台阶下 笑笑 那我走了 保重 今夜一别 半生就此错过 静义安有些醉了 嗯 保重 我头也不回地转身 突然 静义安出声 温凶 你东西掉 等我回身去拿 发现她钉着手上的一方帕子愣住了 脑中紧绷地闲砰一下断了 我动作迅速地去捉 静义安敏捷地避开 迷眼打亮帕子一脚绣的小字 长女 是宁 那是母亲离世那年 亲手绣给我的 不知道怎么 从行李里调出来 一股麻衣自脚后跟窜上脖梗 倘若身份暴露 便是欺君之罪 爹曾千叮宁万嘱咐 他日有人窥破我的身份 要斩草除根 我劈手去夺 静义安闪身躲过 眼中似有火苗燃起 我没有说话 继续去抢 谁知道静义安长了本事 几个回合下来 硬是没让我碰到一片一角 静义安 给我 他语气干巴巴地 烦请温大公子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抱歉 说来话长 等以后我跟你 以后静义安冷笑一声 我们同窗多少年 都值不得你一句真话 我早说过 你和我 倒不同 我抽出匕首 我是温家的顶梁柱 这个身份变不得 静义安似乎被气狠了 躲也不躲 反而上前拿胸膛抵在匕首上 好 温氏宁 你好得很 杀我灭口是吧 你有种一刀捅死我 一了百了 我正了正 没正脱 手腕被他死死扣住 压在他胸膛上 深入几分 我被他这幅不怕死的样子 激起了脾气 冷眉冷眼道 我不向世子您 家世显赫 温氏上下 全指着我爹养活 百年之后 由我来养 您想让我怎么做 当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子 我的命 是从死人堆里挣出来的 我对您唯一的歉疚之处 便是不顾身份尊卑 做了知己 千错万错都是我 待我凯旋 听听世子责罚 静以安脸色难看至极 我稀罕责罚你 那世子想要什么 我的命 我压低嗓子 语气冰冷四刀 静以安三两下 把帕子塞进自己的钱筋 若是早知道你是女人 老子还顾忌个什么劲 我要你以身相许 他愤怒地吼出最后一句 震得我脑子嗡嗡响 我瞬间手脚并用 将它蹬出很远 亮呛几步站稳 心乱如麻 不可能 静以安踢开爱角的石头 过来 谁说你的命要去战场正 他渐渐扬起嘴角 眼神明亮炙热 你说你有喜欢的人了 我也有 你追你的 我追我的 咱们各凭本事 看着他渐渐靠近 我思绪混作一团 都是什么跟什么呀 他像是吃了疯药 笑出声来 我吃准时机 狠狠抬脚踹在他膝盖上 草 静以安吃痛 弯腰跪在地上 我瞅准时机 抬脚就撤 突然 他拽住我衣裙下摆 咬牙道 你别想跑 情急之下 我捡起匕首 吃了划破衣裙 静以安兵着手里的 一脚破步 怒吼道 温世宁 你敢跟我割袍断意 我再也顾不得向他解释 慌乱地离去 自此一别 一夜千里 待日出东方 已越过树座山巒 京城早隐没在群山之中 再回去 便不知何年何月了 青山下 茶蓬蓬 我正盯着那段断了一脚的衣服出神 随从连换我树生 才将我唤醒 公子从昨日就心不在焉的 可是在担心二小姐 我淡淡恩了声 结了茶钱 翻身上马 随从看看日头 公子 再有一日便至北关了 马上就见到二小姐了 是啊 青山外 有绵延千里的荒原 和残忍试杀的敌人 我此生 是离朝横根在北方的历刃 做不了京城的富贵花 做不了别人的廊下宴 北关才是我的天地 我冷却思绪 扔下几个茶钱 上马 秋风起 北地的天凉了 我扬颠 赶赴战场 不成想 一晃就是三年 三年后 一场大雪 自天空洋洋洒洒飘落 傍晚 朔风卷积暴雪 吹入帐内 温宇宁动得搓搓手 掀开帐子 嘟农着 蛮子也要过年了 最近突击了几座小镇 抢鸡抢鸭的 也不怕死 哥 你是没见 他们仗着你养伤 都翻上天了 我躺在床上 眼镜从兵书上 须须抬起 我吃了败仗 怨不得别人 呸 芬宁是蛮子头耍诈 你要不是为了救 那群老弱富儒 不至于生癌一刀 雨宁一边说 一边拿起探钱 在炉子里胡乱拨弄 帐内很快弥漫起 一股烟味 我咳嗽几声 觉得泪下又隐隐发痛 这次刀伤牵动了旧伤 让我吃了一番苦头 雨宁 帮我看看 渗血了 光当 雨宁扔了探钱 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让你就 名医王府对你如何 你心里清楚 脑子坏了 去救八杆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 落下病根 动不动就裂开 真是造孽 我忍痛不言 翻身让雨宁揭开纱布 她半天没说话 我扭头 发现她竟然红了眼眶 到底是被人护着长大的 性子骄纵些 雨宁擦擦眼 开始替我清理伤口 帐中无声 只留外头的瑟瑟冷风 哥 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她低头 闷闷问道 整个离朝都无人可用了 需要你顶上 因为一场败仗 就派个寻暗时过来 京城的那群人都有点毛病 娇生惯养的 难免挑刺 我闭着眼 想省些力气 你不喜欢他们 不见便是 我不见 难道让你去 她动作利落地处理好伤口 替我穿好衣服 父亲年纪大了 如今你是咱们北关的主心骨 可不能出事 好 我知道了 雨宁离开 帐中又暗下来 我醋眉 饮尽苦涩的汤药 擦擦嘴 从枕下 摸出一封信 京都寻暗时 不日便智 为公子雇人 须行事谨慎 我目光落在故人二字上 久久没有一开 当日气急之下 割袍断意 将她心意狠狠践踏 她该是恨我入骨 再见 难免要多加责难 这也是我不放心 与您接待的原因 勉强养了几日 带入了腊月 寻暗时的行武 便进了北关 这日 我骑马前去湘迎 远远看见一队人 簇拥着一顶乌木轿子 浩浩商商自冰天雪地里走来 长长的队伍展开 如留在天地间的一抹墨迹 心头骤然跳了一下 我钻紧缰绳 嘴里灌了风 剧烈咳嗽起来 哥 你脸都白了 与您担忧地看我一眼 别勉强 我摇摇头 没事 直到轿子走近 前面的侍从跳下马车 坐一道 大人一路车马劳顿 劳烦将军安排个舒适的住处 与您最见不得 这副养尊处优的样子 醋梅 北地苦寒 住哪都是一样的 侍从眼都不抬 那便住在将军府 你 我伸手打住 缓缓道 请大人入城 车中并无动静 侍从依旧立在车前 淡淡道 请将军下马 与您当即炸了 他重伤未愈 能来便是给你家大人脸 北地乃离朝官要之地 无特殊情况 根本不需下马行官礼 怎么到你家就不行 侍从一愣 半上微微一笑 免礼是情分 不免才是本分 我正欲下马 突然从车中传出一道淡吉的声音 罢了 不必兴师动众 时隔三年 我必着眼都能听出静以安的声音 只是这声音 再无当年的热烈 冷冰冰的 我调转马头 在前面带路 与您走在身边 叽叽咕咕的 刚才我没听错的话 是 他吃错药了 怎么这副德行 我忽略与您语气中的探究 警告他 如今他身居要职 你小心说话 许是听出我语气中的严厉 与您吐吐舌头闭上嘴 我甚少住在将军府 府中常年空置 只鱼三两老仆 与您扶着我下了马 车渐渐停在门口 一只手率先伸出帘子 骨肉匀称 现场分明 风雪似乎等不及了 末地吹起木帘 一张俊逸的脸露在眼前 轻贵风流 那双桃花眼 一如三年前 只是多了一份清冷和疏离 叫人一不开眼 他穿一件黑色胡球大肠 肌肤似血 眼睛黑白分明 眼珠一转 便落在我身上 静一安从车中缓步而出 冷淡地勾勾唇脚 温小将军 好久不见 我公事公办道 请大人入府 静一安扯扯嘴角 扫落尖头的血 经过我时 一停 你受伤了 不是大伤 劳大人挂心 静一安淡淡哼了一声 抬脚入府 侍从扶开沸沸扬扬的灰尘 醋眉抱怨 这里真的是将军府 羽宁挤开他 扶着我进去 爱住不住 臭毛病真多 那侍从还要说话 静一安开口道 实主 你话多了 侍从立刻住嘴 公身跟在后面 如今府内年久时休 只有主愿能住人 静一安跨过破败的枯草 物字推开一间房舍进去 羽宁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被我止住 今夜有洗尘宴 请大人前往 我顿了一会儿 见里面没有动静 继续道 有胡姬献舞 里面传来 砰的一声响 门被打开 露出静一安那张 冷冰冰的脸 多谢将军美意 说完 砰又关上门 吃了一鼻子灰的羽宁 莫名其妙地摸摸鼻子 哥 我怎么觉得他脾气不太好 脾气好就怪了 以前他甚好恼人 看来当年 是真的将他气狠了 我暗自笑笑 游着他去 北地的夜晚 通常黑得早 劫封宴并未设在将军府 而在军帐之中 篝火燃起 照亮了夜空 熊熊火焰炙烤着新鲜的牛羊 胡曲响起 银铃阵阵 静一安如约而至 换了身更金贵的胡皮袄 坐在主位上 与父亲把酒言欢 胡姬舞动间 柔媚的眼风 频频扫向静一安 羽宁啃着羊腿 凑过来都农 哥 他怎么穿得像个花孔雀 好看是好看 一群大老爷们 不知道给谁看呢 我笑笑 饮下一口京城带来的桂花酒 甜意快速在舌尖弥漫开 到最后 反而只剩酒的辛辣和苦 酒过三巡 尽以安兴之来了 单手支着桌子 面色驮红的笑问 温兄 一别数年 可有心上人 见我被点到 一时间 所有人都来了兴致 纷纷侧耳倾听 我缓缓饮下一杯桂花酒 闭眼感受着 耳阔处腾起的温热 摇摇头 尚无 尽以安若有所思地 盯了我半天 突然回身与父亲碰杯 岳丈大人 哎 大日喝醉了 你我两家早已没有这门殷亲了 可不敢乱说 父亲郑重提醒 尽以安之头浅笑 鼓有破镜重圆 岳丈大人可曾听过 我爹脸都白了 胡子一抖一抖的 似乎下一刻就要站起来打他 雨宁手里的羊腿 啪嗒掉落在地 卧槽 他穿给我看的 疯了吧 关键时刻 我倒满一杯酒 晕晕呼呼起身 走向尽以安 这一刻 尽以安的眼睛变不动了 双眸闪着幽暗的光 将我锁定 我来到桌前 酒盏在他杯上轻轻一碰 小妹多有得罪 还望大人高抬跪手 放他一马 晕以安须其眼来 若我说 得罪我的另有其人呢 我捏着酒杯 沉默半天 一口饮尽 但凭大人才夺 晕以安冷哼一声 这句话 将军可要记好了 随后的宴会 晕以安未在发难 夜深 宴席散场 众人三三两两离去 我喝多了酒 脚不虚浮 驾在宇宁身上向外走 因要坐车回将军府 便在路旁 与晕以安碰在一处 我暗道不妙 示意宇宁稍作片刻 再往前走 谁知晕以安眼间 晃悠过来 寒暄 温小将军 回府 眼前的场景在晃 我压下眉眼 语气尽量停缓 是 一起 不劳烦大人 我刚说完 宇宁便吃力地往上一顶 喘了几口气 小脸红扑扑的 晕以安若有所思地 看了他几眼 我当即将宇宁拽到身后 遮住晕以安的目光 他皮笑肉不笑地讽刺 温兄真是拿他当眼珠子疼 我晕晕乎乎地坐一 恭送大人 晕以安一致 转身 在即将离开的前一刻 墨地朝后一探 拽住我的手腕 向前一拉 在桂花酒的作用下 我酒憨而热 神志混沌 哪里惊得住他的千拽 一时间向前跌去 扑通 衣衫相撞 妈撒出顿响 晕以安早已回过身 将我抱个满怀 嘴上却不饶 温兄 喝多了吗 怎么竟往我怀里撞 我眼前光影混沌 只听得见晕以安的声音 这一刻 一种难言的悸动 传遍全身 我将额头轻轻抵在他肩膀上 酒一上头 再也动不了了 他喝了不少 又有伤在身 轻一些 与您轻轻提醒 晕以安沉默半天 突然拦腰将我抱起 不能喝成什么强 说完将我塞进马车 自己也紧随而上 与您 丢不了他 晕以安按下 我捞帘子的手 马车变动了 这个姿势牵动了我的伤口 我不自觉地闷哼一声 蜷缩成团 晕以安坐过来 轻轻拖住我的下颌 拨开碎发 疼 我喘息几声 压下腹中的翻涌 轻缓地摇摇头 不疼 脸都白了 哪能不疼 一阵稀疏之后 他将水递至我唇边 润润嘴 我突然攥住他的手 小心翼翼地放在脸上 感受到温热的触感 久久没说话 晕胸 我牵起袍子一脚 往他手里塞 拿好了 晕以安 久久没动静 当初是你亲手割的 如今要我自己拿起来 温世宁 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我拎着一脚 那一瞬间 觉得很难过 三年 与我来说 是无数个生死相搏的日夜 与他来说 在富贵温柔乡里打过滚 也许早已有了心仪之人 我凭什么呢 马车还在前行 静以安坐着同我说话 你喜欢的那位 可在北地 我犹豫了一番 闭着眼睛点点头 你们在一起了 我慢慢摇头 听得他一声讥讽 我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 三年 连个男人都追不到 此话听得我心中憋屈 推开他端水的手 往远处挪了挪 因触碰到伤口 疼得猝起眉 砰 水杯被静以安扔到一旁 他冷眉竖眼 瞎动什么 他扣住我手腕 指住我逃跑的动作 问门外车夫 还有多久能到 回大人 前面就是 你放开我 我说话带了鼻音 不安分地挣扎一番 静以安反而收紧力气 不紧不慢道 闹吧 惹恼了我 便把你妹妹娶了 这句话轻而易举地 拿捏了我的软肋 我立刻唯米在静以安怀里 不说话了 下车时 是从犹豫了下 爷 取药酒来 是 我单手勾住 静以安的脖子 微微睁开眼 看着漫天繁星 亮得惊人 仿佛回到了三年前 我和他 也贴得这样近 轻了不少 这三年都是怎么样的 静以安颠量我一番 嗯 我简单应了几句 懒得同他解释 北关已经缺量很久了 全靠周围百姓接近 仗才能打得下去 吃得少 自然就瘦了 房间在哪 他站在院子里 等我开口 我歪过头 仔细辨认后 直指不远处 那间 那间是我的 我的 静以安气笑了 好 你的 他踹开房门 将我放进里间的小榻上 恰好十足送来要酒 他接过便把门关了 屋内只有月光透过窗缝 温柔洒落 他蹲在床边 捏捏我瘦弱的肩胛骨 叹息一声 温士宁 难不成要我亲自伺候你 以前就算了 现如今你眼里瞧不见我 瞧得见 我久亦未退 寒混吐出三个字 勉强睁开眼 寻到静以安模糊的人影 他一动不动 将在床前 我生怕他听不清 又补充一句 瞧得见 瞧得见也不帮你 他将药酒往我手里一塞 起身不冷不热地看我一眼 明日带我上街逛逛 今晚我去隔壁睡 你早些休息 眼看他大步走出门 挽留的话堵在喉咙里 终究没有说出来 我盖住眼睛 半嗓自嘲一笑 握紧了流有余温的瓷瓶 也许他对我只是心怀怜悯 跟对待阿猫阿狗一样 四日一早 静以安要我带他去逛花楼 今日他又换了一身新衣裳 在这色彩暗淡的冬日 格外扎眼 去之前他似笑非笑地说 你心上人在哪 叫上一起 我帮你探探虚实 我后撤一步 脸下眉眼 多谢大人 军令严苛 不敢违背 尽以安白白手 我已同你父亲知会过了 奉旨寻查 不算 我不去这种地方 此事便交给另一位老将 全权负责 一路上 我跟在后面 神情寡淡地听着他卖力介绍 怡红院来了个花魁 模样不错 春风院来了个舞姬 身段窈窈 玲珑芳方来了个唱曲儿的 嗓音婉转 尽以安遍也随着去 去了又各种嫌弃 胳膊太细 跟竹签似的 平日里不给饭吃 腿能撑起身子 性子软 又爱哭 听着心烦 老宝照常强打笑脸 大人 这都是咱们楼里腰最细的美人了 连京城都寻不着力 您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尽以安目光 群寻而过 淡淡扫了我一眼 要性子刚烈一点的 老宝笑容一僵 扮赏双目放光 相怕轻挑地拍在 尽以安肩膀上 像个撒娇的蜘蛛精 讨厌 您喜欢奴家就直说呀 还用拐弯抹角的 尽以安一把 安住扑来的蜘蛛精 往外推 额头青筋跳了跳 滚出去 回头问我 温小将军可有重义的 我垂下眼睛 一板一眼道 都不错 末将改日将他们一起 送到大人府上 尽以安盯着我看了半天 梅雨罕见地皱起来 我要取 便是八台大轿 明媒正取 不要小切那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他突然严肃 弄得我一愣 不知该怎么接 只好说道 的确 花楼寻期 不是什么好法子 老将似乎察觉到 气氛有些僵硬 打哈哈 男人嘛 二三红颜 人之常情 尽以安皮笑肉不笑地回道 二三红颜 我竟不知这位同僚 有此雅兴 老将一惊 意识到这位是京城来的寻案时 连忙告扰 大人严重了 末将不曾 尽以安一撩袍子 坐下 罢了 饶你一次 叫最好看得出来 老将忙不迭地去了 屋里只剩下 尽以安和我两个 他不清不重地扣着桌面 四处打量一圈 笑道 都到军中穷 原来银子都留到这里来了 我突然意识到 这次还为正儿八经 坐下同静以安叙旧 亦不知他是何目的 你 刚说一个字 门就被推开 一歌女怀抱琵琶 窈窕入内 静以安好像突然来了兴致 注意力全数被吸引过去 那歌女扶了扶身 落坐在不远处 轻声弹唱 静以安喝着小酒 靠近我 你瞧那琵琶绝非凡品 挖出背后那个 够你们吃几年的 我何尝不知 他们内里的肮脏事 然而地下盘根错节 牵一发而动全身 北地战势胶着 轻易动不得 这边我与他交头接耳 那边舞女弹唱起劲 召来一群女子伴舞 继而热情劝酒 静以安被众多美女环绕 左环右抱 很快便醉了 我知道他要装装样子 但起身时 看他脚不虚浮 全身重量便压在我身上 竟是真的 守在马车旁的石竹剑道 手忙脚乱将其接过 我紧随其后 一只胳膊帮忙架着静以安 一手提着袍子上车 几乎刚进去 静以安便失了平衡 冬得倒在软垫上 还不忘勾着我脖子一起倒 他摔了个四仰八叉 后肘驻地 身子半起 我则保持狗肯的的姿势 趴在他上头 四肢撑在静以安两侧 两人堪堪拉开一小段距离 浓郁的酒香和热气 在黑暗中播散 尽以安目光练艳 因为别扭的姿势 扯松了领口 脖子 猴结和锁骨 便也露出来 如同市井之中 售卖的秘密画卷 写尽了世家公子的风流 夫人 语气浅犬又暧昧 瞬间炸碎了我的理智 媳妇 她又神志不清地唤了一声 指尖而刮擦着我耳阔 像在回味什么 我的心脏咚咚咚剧烈跳动 裹挟着一丝抽疼 颤抖起来 静以安抓住我 待倒在她怀里 你还跟不跟我好了 这句话重重扣在我心门 那一刻心头的锁几乎落地 一方陈旧的帕子 自怀里掉落 边上起了毛 便是我那只 心头的酸涩之意更甚 我这辈子 只能是温小将军 我给不了任何人承诺 啪 我一掌舞在她嘴上 打住她的话 借力撑开身子 冷着脸道 大人自重 静以安被我拒绝 默默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突然捏住我下巴 狠狠稳住 陈年佳酿在唇齿间 弥漫出醉人香气 我一颤 僵在那里 大脑空空荡荡 第一次被人这般 轻薄 我却全无羞愤 呆愣在原地 乖乖任她搓磨 背后突然有人拉开帘子 大人 老将的声音戛然而止 静以安得空 冷逆她一眼 滚出去 我听见她连滚带爬的跑远 紧张地攥紧静以安的袖口 心沉入谷底 完了 他们知道了 我这般隐晦不堪的心思 终于被所有人都知道了 静以安出了气 才松开我 缓缓抚过我后背 回到正题 不自重 你拿我如何 我后知后觉地 腾起一股羞骚 冬得站起身 她怎敢这般 不知羞耻 我和大人并无瓜葛 静以安挑挑眉 她已经看见了 你难道真不在意 世俗的眼光 若你披着这张男人 皮过一辈子 我不在意 我如坠寒谈 绝望无孔不入 最后将我充斥填满 她这种清风明月般的人 何苦跟我纠缠在一起 你放过我吧 我听不到自己在说什么 近乎麻木地发出陌生的音节 声指 心脏碎裂般 牵扯五脏六腑 静以安迷离的眼神 渐渐转为清明 她有黑的铜人盯着我 半嗓 自嘲一笑 我就知道 她拢好衣襟 坐起 眼神清明 温士宁 这是最后一次 你不要我 我便不纠缠了 今夜星星很亮 我一路走回府中 中途磕办过好几次 雨宁房中的灯还亮着 听见声音开门出来 恰好接住亮呛的我 弯腰给我拍袍子上的灰 你摔河沟里了 我摇摇头 笑呵呵道 喝花酒去了 也摔过几次 雨宁神情复杂 静大人也在 我点点头 靠在雨宁肩膀 在 她很喜欢女人 雨宁摸不着头脑 她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不该喜欢女人吗 我揽着她 笑笑 是啊 该喜欢的 雨宁吃力地架着我 念叨 疯了不成 以往滴酒不沾 自她来 你是日日沾酒 这一夜 阴酒一上头 我早早睡下 待天亮 照就去演舞场习舞 一路走来 不少人看我的目光 透着怪异 雨宁打听一圈 回来时气得脸都红了 哥 他们编排你 我目不斜视 只起长枪 好 好 最长在他们身上 我管不着 不用打听 也猜得到 无非是我跟 静以安 不清不楚 丢了北关的脸 所以 你俩到底怎么回事 雨宁揪住我的袖子 压低声音 你真的跟她 雨宁 我甚少这般 郑重的同雨宁说话 咱家这一辈 只有我了 我不能倒 便是有什么 说一半 我叹了口气 要打仗了 心思都收一收 若是水皮痒 不必留情 以我在军中的威望 还不至于被 子虚乌有的谣言 压得翻不了身 日子一晃 就到了拉月底 静以安那边静悄悄地 战况愈加胶着 你来我往打了半个月 双方的主将交手不下十次 次次见血 这日我骑马回府 撞见正要出门的静以安 他瞥了眼 我被鲜血染红的肩胛骨 动了动嘴唇 最后也没说什么 一开目光 大不离去 府中老奴忙出来牵马 我落地之后 擦了把冷汗 预备热水 此事不要告知二小姐和父亲 伤口尚未养好 今日吃了敌方将领一己 顿时崩裂开来 如今略微移动 便钻心地疼 以防军营里的人看见 我这才深夜骑马回府 运气不好 被静以安撞个正着 我背对窗口 坐在炭火旁 吞下外衣 血液早已干涸 粘在血肉上 只能咬着牙 硬生生扯开 我扯了几寸 便浮在膝头 喘几口气 熬过令人崩溃的锐痛 末地 房间被人推开 我上不及拉上衣服 静以安便夹着一股冷风 阔步而入 你 静以安面容阴沉 大掌钻住我提衣领的胳膊 我争不过他 只能耳根滚烫 仿佛受刑 被迫将遍布伤口的外表 尽数展露在他面前 别看 我疼得声音嘶哑 眼眶都红了 静以安非但不听 反而将我的手捆在一起 在身后一通忙活 最后坐在我斜后方 语气冰冷 咬牙忍着 说完 他不知将什么 敷在我伤口和衣服 粘连的地方 冰凉的药箱 令我稍稍松缓了心神 随后 衣服被他慢慢扯下 露出的伤口触目惊心 女子和男子之间 本就存在差别 静以安生陷冷淡 我不想看你继续这样 我感受着 他指付沾染药液 涂抹在我的伤口上 轻柔腾息 心中泛起一丝柔软的甜 北官必须是温家的 如果我放弃 那些人会亲手 将我们踩入谷底 这就是你选他的原因 静以安动作不停 他 你喜欢的人 能帮你建功立业的男人 我默默攥紧了衣袍 没有说话 其实我很好奇 他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静以安没打算饶过我 我深吸一口气 你很好 不用跟别人比 静以安自嘲一笑 我不会打仗 眼睁睁看着你一个姑娘 冲锋陷阵 伤痕累累 战场刀剑无眼 我却不能护你左右 这也叫好 我悄悄一旁的盔甲 笑了笑 可是这战甲 甚好 比起入冬前偷工减料的东西 好了不知多少倍 若非静以安从中斡旋奔走 伤亡会十分惨重 静以安说 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我见不到你 便让他们好好活着 替我保护你 炭火劈啪作响 映照着墙上两道重叠的身影 在这看不到头的日子里 似乎也并没有那样难熬 我过不久就要回去了 静以安突然出声 有些事情 你做不来 只能我做 我知道 他要回京弹河北地的关 只是这份得罪人的差事 为何会落在静以安头上 静以安替我细细卷好衣裳 我用三年的时间 为你扫平障碍 不枉我喜欢你一场 祝你早日风狼居须 功成名就 他的眼神隐忍而炙热 最终归于平际 在这一刻 他彻底放下了 静以安离开后 我哭坐在窗前 一夜未眠 天明之时 自南方八百里 夹几来信一封 展信一看 圣上密旨 风耳镇北侯 一月为期 平北蛮 与丹书铁券一章 可便宜行事 三周兵马 皆可调动 听闻数月前 东边的战事逐渐频繁 如今离朝八方受敌 一场胜仗迫在眉睫 北关 便是圣上杀鸡警侯的 第一场戏 我手指在单书铁券上 画了几圈 久久没动 圣上啃下血本 封王侯 赐免死金牌 甚至与了三周兵马拳 便是将他的后背交给我 背水一战 只准赢 不准败 可要荡平北蛮 并非信手拈来之事 此去 使九死一生 容不得我犹豫 天光破晓 我重新戴号战甲 锁上小门 在回身时 撞见石竹在门口 等了我许久 肩上布满露水 温小将军 逐时恭敬作一 逐时有些话 不得不讲 我停住脚步 静等下文 他看了我一眼 最终没忍住 我家爷 明明有更好的去处 却为了您揽下这个破烂活 如今明夷王府 承受甚多流言蜚语 将军一句谢语都没有可以 但求不要折磨我主子 原来如此 抱歉 我从来不知道 他不说 您自然不知道 京中有多少好女儿代嫁 入不了我主子的眼 天跑北关来求温家女 将军若还有良心 我的心脏猛烈地跳动起来 越跳越快 远方末地传来战鼓 北蛮动手了 我仰望北方 弯月未尘 却已日出东方 一种莫名的冲动 在胸口积蓄 撕破裂口 喷涌而出 主使 有句话 我只能跟你讲 我直直望着他 这次 我上战场 也许就回不来了 若你家主子不肯另取 便请你告诉他 我爱慕之人 只有他一个 我以命迹天下 只为全他余生安稳 儿孙绕夕 温氏宁远浅浮薄 死人一个 忘了便忘了吧 说完 我绕过一脸震惊的竹石 出门上马 远处的号角 一声催过一声 天上开始下雪了 我最后 看了眼破败的院落 马鞭甩出清脆的响 向着北方暗沉沉的天地奔去 半月后 接连数十日的大雪 堵死了屈山的最后一条路 数千兵马 折服在冰天雪地中 雪盲的将士越来越多 但一连串的胜仗打下来 军中士气大震 将军 大雪封山 蛮子能来吗 我趴在雪地中 默默观察下方的山路 此处是蛮自粮草 供给的官要之地 使人就要吃饭 一定能等到 父亲和雨宁守在东路 我单独率人守在山口 只要切断了粮草 我们其他三路的人马 便可视如破竹般 杀入北蛮腹地 直取王亭 因此 这一战最险 最至关重要 到了夜晚 寒风如刀 我望着黑漆漆的夜 脑海中回 闪起那夜说出的话 握了握手中的冰符 心中浮起一丝暖意 终于一丝星火出现在山头 身边将领刚要起身 我突然暗住 夜间山路难行 为何飞选在这个时候运凉 其中处处透着古怪 眼看星火越来越多 将士按捺不住 将军 再不打 他们就出谷了 我紧盯着星火 突然 绵延成片的灯火 戛然而止 我心中突然生起不好的预感 不对 他们主力转到东路了 撤 此时 东路山传来激烈的打斗声 一只利剑破空 我及时捉住身旁的士兵往后一拉 避免了他横死当场的命运 数以万计的北蛮人自山野中冒出 我们顿时如瓮中之鳖 被迫挨打 场面顿时乱了 我们凭着经验 勉强抵挡北蛮的拼死一搏 这一战打得十分惨烈 我们替东路挡下了九成的攻击 身边的兄弟死的死 伤的伤 我撑着长枪 一步步跨过崎岖的树林 身后敌人穷追不舍 斩下温士宁的头 王重重有赏 声音一传十时传百 我迎面捅死一个蛮子 踩着他尸体 咬牙向前 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多 我眼前发黑 脚步虚浮 自知已是强弩之末 然而心中却分外平静 父亲和雨宁 定然已经结到粮草 三路兵马明日之后 将破开他们脆弱的战甲 直抵王亭 死我一个 不亏 我走到一处悬崖 仰头看见了月亮 皎洁 纯粹 临风速速 吹起我的头发 我想起在遥远的南方 拿到明艳张扬的身影 只是这辈子 大概再也见不到了 万幸 心里的话 我早就说过了 我勾起一抹笑 展开双臂 轻轻倒向山剑 刹那间 身后响起肝胆剧烈的那喊 温世宁 那声音包含着极大的恐惧 撕心裂肺地穿破天地暮色 如一只利剑 射进我心房 我愕然睁大了眼 想回头去看 然为时已晚 身子如蝴蝶般 坠入深渊 在意识消失的最后一刻 我似乎察觉到 有人拉住了我的手 但也许 只是临死前的错觉 都说人死前会走马灯 我不是 我闭着眼 浑身像被人打断了骨头一样疼 我不禁哼出声 瞬间意识拉回 我听见耳边有人轻轻问 宁宁 那疼 我缓缓睁开眼 正上方是折断的枯木 靳以安衣上破烂 脸上血迹斑驳 一瞬间 我以为自己死了 缓慢地眨眨眼 最终看清了她 动动胳膊 意识到我断了肋骨 只好躺着不动 问 你怎么来了 靳以安捧着我的脸 在确认到我还活着后 谢力瘫坐在地 仰头看着月亮 笑出声来 这一刻 山间的风都清了 林夜妈撒 清漫月儿 我无力地勾勾唇脚 靳以安笑够了 爬起来 将我背在背上 知道援军在哪吗 我扶在她肩膀上 不知道 我辨不清方向 月亮在那 她只给我看 我沉吟许久 往前走 抓紧我 这次若能活着出去 你欠我一条命 靳以安顺着我指的方向 慢慢向前 好 很快 我察觉出她不乏怪异 一瘸一拐的 你腿怎么了 靳以安呼吸杂乱 低声道 摔得不严重 我知道山间有多高 跳下来便没抱着活的念头 只为留一副骸骨 不落入敌人之手 若非山间错乱蔽日的林木 我早已丧命 靳以安当真是 什么也不想 就跟着跳下来了 我问 你不怕死 她停住脚步 将我往上颠了颠 继续向前走 训个情而已 有多难 她是疯了 我拦紧她的脖子 红了眼眶 她大概是知道的 走了很久 暂足力气 才慢慢说到 多亏十足机灵 不然你想瞒我到什么时候 大概 一直 到死 让你个闷葫芦开口 真是不容易 靳以安亨了一声 突然停下 说 前面没路了 在我们面前 是一片丛生的荆棘 将出路堵得严严实实 待到天亮 追兵就会尾随而至 为金之计 只有劈开荆棘 我咬咬牙 放我下来 你想干什么 劈开它 靳以安将我放在地上 抽出袖子里的匕首 我来劈 荆棘密布 根本无从下手 手伸入其中 不消片刻 便会被扎成刺猬 靳以安养尊处优的皮肉 如今已被乱石墨的血肉模糊 她像个没事人 抓住一束精丛 利落地挥动匕首 我撑着树干站起 我来 靳以安擦掉脸上的血 头也不回 坐着 别给我添乱 我确实没多少力气了 靠树干柜坐在地上 企图枕着石头 恢复体力 墨地 我听到细微的震动声 常年在沙场练就的鸡敏 促使我立刻睁开眼 重新咬牙撑起身子 步履蹒跚 走入荆棘丛 尖刺立刻刺入血肉 我没有着力点 只好扶着尖刺 徐徐向前 沿途的荆棘丛 沾染了不少血 靳以安 我声音嘶哑 只听到前方速速风声 突然 转了个脚 我看见 靳以安 无声无息地 靠在荆棘上 写顺着指尖而 一滴滴地往下躺 他听见动静 猛地睁眼 站直身子 看见是我 醋眉 你怎么来了 后面有人 等不了了 靠近时 我才发现 靳以安内衬上 遍布血迹 他分明自 刚才跌下来 就受了伤 察觉到我的目光 靳以安 拉紧领子 弯下腰 上来 他的体力 哪能再支撑一个人 我握住他的手 拿起匕首 用力劈砍 两人的力量 总好过一个人 待后方听见 清晰可闻的脚步声 荆棘丛 也终于破开了一脚 明亮的月光洒落 我心一沉 月光下 是早已干涸 一望无际的滩土 逃出去 面对追兵 我们将无所遁形 靳以安拉拉我的袖子 我看到不远处的峭壁下 有一处狭窄的小洞 正好能容纳两人 靳以安先把我塞了进去 自己又钻进来 顺便盖上了一块石板 作为遮挡 逼着的空间里 我们两个紧紧贴着 我在下 他撑在上面 由于空间狭小 我不得不双臂 还住他的脖子 万一被他们发现了 我拦住他们 你跑 我轻声叮嘱 我是贪生怕死之人 靳以安呼吸浑浊 已是强弩之末 要回一起回 要死一起死 说完 他将我抱得更紧 别怕 阴曹地府 我替你开路 外面追兵的脚步声 清晰可闻 我大气不敢喘 他们四处搜寻一番 便骂骂咧咧地跑远了 只等许久之后 脚步声彻底消失 我才松了口气 他们走了 这时 身上的重量骤然加大 靳以安松松垮垮 跌在我身上 再也没了动静 靳以安 我唤了一声 他没应 我心头一紧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 默默摸上他的颈部 感受到皮下细弱的搏动 松了口气 接着我尝试去 推压在头顶的石板 一寸寸挪开 皎洁的月光透进来 我看清他 毫无血色的脸 和紧闭的唇 我使出吃奶的力气 将他拽出来 躺在夜空下 平复气息 待恢复了力气 我强撑着爬起来 去拍靳以安的脸 他呼吸比之前更弱了 靳以安 我推了推他 依然纹丝不动 靳以安 我语气多了一分颤抖 靳以安 我哭着一遍遍地喊 终于 他闭着眼哼了一声 含混道 宁宁 他缓慢地动动手 用手指勾住我 别哭 我守着你 哪也不去 我如是重负 匍匐在地 双手抓住他的手 将额头枕在他手心 无声地哭了 宁宁 靳以安 语气低弱 你先走吧 回去等我 我休息一会儿 我想抓住根救命稻草 摇摇头 别给我殉情 靳以安推了推我 走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双手颤抖着 抱住他 在他耳边道 我喜欢你好多年 我不想走 不知道靳以安 听见没有 他再也没了声息 我慢慢蜷缩在他身边 握住了他没有温度的手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是我跟靳以安 在学院读书的时候 那日 他挨了法 挨鞭子的时候 许多学子挑开了宣窗 名义是读书 实则是为了看靳以安笑话 我坐在窗边听着 那鞭子生生清脆 竟一点也不讲情面 二十鞭子打完 靳以安走进来 背对着我 将自己的衣裳一丝两半 露出鞭痕密布的强壮后背 灯火的光被汗珠折射 碎成金箔 又有鲜血刺激眼球 活色生香 啪嗒 冰书掉在棋盘上 我保持着卧书的姿势 呆愣当场 我因你挨了打 你替我上药不过分吧 他闷闷道 那是我第一次 被少年明艳的笑容迷了眼 从此以后 刻进了我的岁月 成为我遥不可及的梦 宁宁 你往后想干什么 我想当将军 那我做权臣 肃清朝野 让你无后顾之忧 场景一转 靳以安坐在窗前 笑着看我 宁宁 我好像喜欢上一个人 我沉默半天 闷唇问 哪家的女子 靳以安挠挠头 算了 不说了 今日去逛花楼 你喜欢哪个 都好 我垂下眼 心不在焉地答 啊 是吗 此刻 我才终于看清了 那时靳以安 小心地试探 而我用以伪装男子的回答 一点点 消灭了 靳以安的希望 他不喜欢花楼 我也不喜欢 可在一次次试探 和躲避中 我们的心意 蒙上一层 又一层的阻隔 最终 渐行渐远 哥 有人在远处喊我 我浑身发沉 响应 却应不出声 哥 这一声更清晰了一些 我意识到是雨宁 就在我身边 双手无意识地乱抓 快 人醒了 一声急促 又充满惊喜的呼唤 将我骤然拉回 我睁开眼 盯着上方熟悉的人脸 愣了一会 渐渐意识到 我 还活着 下一刻 我骤然坐起 靳以安呢 声音沙哑难听 好在他们听懂了 雨宁攥着我的手 眼睛红得像个兔子 活着呢 你别急 然而我一刻见不到 便难以安心 推开人就往外跑 在帐子门口 突然撞入一个怀抱 失寒的衣服之下 是炽热的体温 那样热烈 又充满生机 他一把将我抱住 合上帐子 抵住风雪 摸摸我后背 轻声说 不害怕 咱俩都活着呢 我刚醒来 心神还处于惶恐之中 本能地紧紧抱着他 一言不发 他抱着我回到床上 说 都出去吧 我看着他 这句话 才真正让我安心下来 众人散去 我一动不动 死活不肯撒手 靳以安也没有说话 这一刻 风雪似乎停了 只剩下他陪着我 后来我便重新睡着了 再醒来 靳以安不见踪影 与您怕我着急 解释说 靳以安身子美好利索 被众人强行关到别处养伤了 等彻底恢复好 已经半月之后 近来 我发现众人看我的眼神 有些奇怪 那日老将一脸自责地跪在我面前请罪 属下罪该万死 早知 您与靳大人情投意合 我就不该带二位去花楼 虽说男子与男子少见 可 也不是 全无先例 此番将军与靳大人患难见真情 大家有目共睹 只要是将军喜欢的人 我们就认 当时场面极其尴尬 我只好转移话题 问起当日的情况 经他人之口 才知道他们寻到我和靳以安时 靳以安正死死将我保护在怀中 生怕我被风吹日晒 丢了小命 他自己则差点冻成冰棍 被带回来给大夫一瞧 大夫频频摇头 大意是不好救 我心中疑惑 问老将 他不该回京吗 为何出现在北蛮境内 老将摇头 说 那日靳大人千里丹旗 杀入北蛮 谁都没追上 属下打了几十年的仗 从没见过他那种不入流的跑马 鞭子都快甩断了 八百里加急都没他快 石竹到底是把话告诉他了 一时间 我反倒觉得无言面对靳以安 此次大获全胜 北蛮王的头颅已被斩于马下 送回京城 圣上召我回京受风 与靳以安同行 回京路上 靳以安一直闭门不见 我问过几次大夫 都说要静养 不宜见人 期间只听石竹 无比崩溃地跪在地上 朝京城的方向叩头 念叨 有父王妃恩德 世子爷断绣之痞 小得没看住 罪该万死 回京后 马车进了名夷王府 再无动静 回京当夜 我入宫觐见圣上 捧着丹叔铁券 跪下请罪 圣上大为惊讶 你是功臣 因何请罪 我字字句句 置地有声 臣乃女而身 欺瞒圣上 请圣上责罚 圣上的脸色 由震惊诧异 渐渐转为难看 最后坐在椅子上 沉声道 难为你 因为这块免死金牌 差点把命搭进去 既然瞒了这么多年 为何不继续瞒下去 因为臣想嫁人了 圣上说 这是他听过最荒唐的理由 但我知道他会答应的 少了一个功高震主的少年将军 多了一个传不了位子的女侯爷 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莫了 圣上俯额一笑 罢了 北蛮是你家平的 你爹又不要 朕北侯还是要落到你的头上 你想嫁哪家的儿郎 朕为你赐婚 明夷王府世子 圣上沉默了 半赏 说 他家 不如你亲自说说 明夷王府家是显赫 自然不是动动嘴就能撮合的 我领旨谢恩 自那日 我成为了离朝第一位女侯爷 那日傍晚 我在静以安的住处 吃了闭门羹 食竹一脸客气 侯爷 我家主子说了 他就你一命 须地把恩情还回来 您割袍断意 不仁在先 我家主子一路从京城追到北关 吃过的相思苦 您都得补回来 那件事的确是我做得不对 静以安翻旧账我也认 他无非就是想让我追他一次 我不懂如何追人 但我愿意学 那日之后 我到追静以安的事轰动了整个京城 各家心仪静以安的小姐 纷纷等着看好戏 我却专心待在厨房 学做云吞面 与您捧着碗都吃吐了 姐 真的不好吃 求你别做了 追男人没什么不行 没必要毒死他 我充耳不闻 苦学几日 终于有了长进 同时 手上也多出许多刀口 这日 我提着唯一一碗云吞面 去了王府 如今我位高权重 自然无人敢拦 一路走到静以安的院子 看见他披着黑色的大肠 正剥弄梅花 这副样子分明是细心打扮过的 俨然一个清心寡欲 不问世事的高岭之花 我想起与您暗中吐槽 它是心机颇深的花孔雀 弯弯唇 忍住笑 看见我 他清了清嗓子 冷淡到 来了 嗯 我扯扯嘴角 你伤好些了吗 尽以安点点头 同仁儿一转 落在我带来的食盒 吃的 我打开盖子 露出一碗热腾腾 但并不美观的云吞面 第一次做 你尝尝 我心中忐忑 紧张地望着他 敬以安二话没说 从里面端出来 猛塞一口 醋起眉 我就知道 对于吃惯了真修佳肴的敬以安 这碗面过于粗糙和折磨 别吃了 我生怕他觉得我诚意不够 伸手去拦 敬以安捉住我的手腕 看到了指腹上密集的道口 这些粗细不一的面 都是我一刀刀切出来的 他咽下去 问学了多久 没几天 他便不说话了 门头把面吃得干干净净 我有没有说过 你像个小闷葫芦 我一脸茫然 敬以安敲敲桌面 盯着我手 不知道喊疼 我笑了 不疼 敬以安摸过我手指上的刀口 叹了口气 让你追我 真是痴人说梦 我心意紧 我可以的 这些刀口 是拉在我肉上了 我舍不得 它攥紧了 满眼疼惜 不追了 宁宁 你追到了 从明夷王府出来的时候 宁宁焦躁地凑过来 怎么样 他有没有欺负你 我眨眨眼 回过神 慢吞吞说 我追到了 啊 宁宁傻眼了 追到了 就用一碗面 我红着耳根 点头 宁宁表情古怪 半赏哈哈大笑 这男人真好骗呢 哈哈哈哈 连你的毒药都吃得下去 我羞懒地捂住她的嘴 惊中不比北关 你小心说话 宁宁挣扎的间隙 骤然盯住我的唇 姐 你嘴怎么了 红侠从耳根攀制塞面 我含混道 没什么 肿了 宁宁打量半赏 脸上瞬间变得难堪 下一刻咆哮道 他亲你了 他敢亲你 我整个人像烧熟的虾 拽着要杀尽以安泄愤的宁宁 回了将军府 当夜 我躺在床上 第一次因为战事以外的事 失眠了 我曾经无数次祈祷 命运垂怜 这一刻 终成现实 此日 我照旧 去找静以安 发现明依王府前 抬起来长长的队 我脚步一顿 拉住旁边的小厮问 这是干什么 小厮忍俊不禁 回侯爷 听说只要献上一碗云吞面 和一个香吻 就能得到世子爷青睐 我看向那头 英肥艳寿 百花齐放 都是容貌毅力 青春正好的姑娘 自是比我这种 一无是处的好千倍万倍 我默默收起手中的香囊 愣在原地 不知道该不该上前 突然 朱虹的大门一开 石竹走出来 他先对门前的姑娘们 做一一 慢慢道 朱卫小姐 世子爷说了 云吞面的有 香吻也得有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手上得粘过蛮子的鞋 脚层踏过北关的门 耍得了长枪 降得住猎马 对我家主子爱答不理 还能让他死心塌地 此话一出 人群中传来一阵虚声 这哪里是娶妻 这是娶活阎王吧 您直接去侯府提亲算了 瞬间人如鸟受散 只剩下我孤零零站在门前 石竹亲自下街来迎 侯爷请 我家主子等着呢 我一路穿过回廊 推门进院 还没站稳 一双手墨地从身后还来 将我拉进怀里 你怎么才来 我刚起就来了 我辩驳 靳以安说 我想了你一晚上 没睡着 这一句话 说得我羞难不已 它从不吝于表露心迹 把最炽热 最无法拒绝的感情 明明白白 袒露在我面前 让我的怯懦 无所遁形 半晌 我吞吞吐吐道 我也是 我从袖中 掏出袖好的香囊 针脚凌乱 图案也十分糟糕 还没说什么 便被靳以安 一把抢过去 这个我定了 往后可不许再送给别人 好 隔日 明夷王府的人上门提亲 三四相聘礼 挤满了将军府的院子 甚至排到了街上 同时 宫里的赏赐 在府前 堆得满满当当 圣上下旨 朕以国里驾古功之臣 愿二人递结良缘 永结童心 这是给我最高的礼遇 阳春三月 我穿上嫁衣 坐在高高的骏马上 以温氏宁的身份 风风光光地嫁给靳以安 靳以安曾说 你是天上的鹰 该翱翔于九天之下 寻常规格关不住你 我娶你 不要八台大轿锁你翅膀 而是赠你驰骋山河的自由 在锣鼓欢庆中 靳以安调转马头 对我伸出手 这一年的春光正好 墙头的荷欢投落一片暗影 我抬手抓住了梦中的少年 千番利尽 远山河永固 与君白头 郑文婉 番外 镇北侯出征是在四月 杨柳依依 白旭遍野 北地蛮子残于作乱 只需镇北侯前去坐镇收尾 一来一回约莫半年 满朝文武都认为 这是件好事 镇北侯去北地溜带一圈 今年北地百姓的收成就稳了 只有镇大人 与镇北侯分别前一刻 还浓情蜜意 镇北侯的兵马刚消失在路口 他脸色便由情转阴 作为圣上爱臣之一 镇大人如今身兼树职 其一便坐在御史台 动辄以参人为乐 自那日起 朝中人人自危 但凡支持镇北侯去北地的大臣 无疑幸免 他仿佛杀红了眼 大事小事 都给苏格迪朝天 转日变成奏折 躺在圣上暗头 圣上乐见其成 一月之内 朝中风气倾诉 牛鬼蛇神都安分了 至于剩下的时间 镇大人一头扎进书房 给爱妻写家书 一天一封 有时两到三封 又是一个雨夜 靳以安坐在岸前 灯油过半 烛火昏黄 石竹站在廊下轻声提醒 爷 该睡了 有回信吗 没有 靳以安沉默半天 突然在屋里走了两圈 问 派人去问 他怎么了 是不是受伤了 竹石眼角一抽 前些日子侯爷说了 江水冲垮了两天 他要在坝上带些时日 收不到信很正常 这些靳以安更焦虑了 江水泛滥 如猛兽出笼 他去那干什么 北地的官都死了吗 正在焦头烂额之际 竹石突然出声 来信了 靳以安打开门 一把抢过尚未拆信的鸽子 回到桌前 眼神渐渐温柔 动作轻缓地抽出信卷 使若珍宝地展开来 是熟悉的字迹 一撇一纳 磅礴壮丽 崭信家 我致霸上约莫数日 见百姓琉璃 哀红遍野 这人细细勘探 略寻得一二猫腻 总督指挥使赵沟 行计诡诀 或可一查 事关重大 赞密而不宣 回京在意 尽以安之头 在字里行间 细细品读两三遍 心中甜蜜之余 略腾起一丝失落 这副公事公办的语气 哪里是家信 连地方问候的折子 还知道问句好 可恨他迟钝 连个响字都不说 不知道瘦了 还是胖了 灯油琵琶跳动了一下 风突然吹至暗头 掀开原本粘在一起的信纸 静以安突然顿住 洗色上头 还有一张 慢慢揭开下面那层 他才看两个字 疼得起身 撞翻了一旁的花架 瓷片蹦射 在深夜中格外清脆 石竹闯进来 却见他家大人 赤脚往外跑 侯爷怎么了 他一惊 静以安脸色煞白 语无伦次 坏了 快点背马 那霸上去不得 一张纸 贸然扑在竹石脸上 他揭开一看 另有一钥匙告知于你 我数日时不下宴 寻一医馆 才知腹中 已有尽家血脉 知你担忧 我已修书一封 送回京城 向圣上告假 不日回京 念你 七 是宁 等竹石回过神 静以安 已经不见踪影 石竹后知后觉 大喊一声 王爷 王妃 大事不好了 说完 也跟着冲出去 北地恰逢数日大雨 终日备入潮湿 温世宁今日吃得不多 半夜额头突突疼起来 大抵是有孕了 身子吃不得苦 白日议事时困顿 被赵沟钻了空子 以往他倒不会为此生闷气 如今却烦得很 情绪极不稳定 他翻了个身 触及失凉的被褥 不禁贪恋起 静以安的温度来 他和他真正意义上的 同床共枕 也就一个月 静以安不是单于 女色之人 那一个月 却给他折腾够呛 他积攒多年 修于世人的疤痕 被静以安 尽数记在心里 他说 美人在古 以山河功勋为装 盖过天下一切书色 他取这人间 独一份的美人 是性 明明是哄人的酸话 却被温士宁记在心里 在无人的深夜 一字一句 咀嚼个遍 父亲曾摇头坦言 温士出情种 我对你娘是 你对静以安一事 但愿他能一心一意 待你如初 温士宁没想过以后 正如他不曾期待 自己能寿终正寝 驰骋杀场的将军 哪有寿终正寝的呢 如果能和静以安走下去 他愿意试一试 次日 他睡到日上三杆 一开门 跟院子里的静以安 四目相对 他沉默了半嗓 碰得关上门 慢吞吞走回床边 觉得自己没睡醒 转瞬 门就被人推开 静以安冲过去 一把抱起温士宁 栽进帐子里 二话没说 先锁了个吻 绵长到温士宁彻底清醒 推了他一把 静以安才撒开 板着脸道 知道理亏了 怀着我的孩子 跑爸上去 得家法伺候 温士宁的心里 慢慢被柔情蜜意 引满 勾勾静以安的手 笑起来 你还笑 静以安反手捉住 温士宁的手腕 咬牙切齿道 你知道赵勾是什么人吗 你敢招惹他 温士宁心情好的时候 会笑咪咪地看人 许是常年寡淡 一笑 便如内井里的弯月 勾得静以安 非得去捞一捞 亲近一番 他觉得任何人 都不如自己 有一双慧眼 温士宁的腰 是最细的 因常年征战 线条流畅美丽 他的四肢 一点坠肉都没有 像在山间 举止优雅的迷路 他也并不想让人看见 强烈的独占玉 在每次他与他温存时 到达顶点 一想到他媳妇 跟一群男人混在一起 他便吃尽非醋 如今也是 听闻赵勾 今日面对面坐着 与温士宁 说了好一会子话 静以安在心中 狠狠记了一笔 面上却不显山露水 温士宁以为他真生气了 凑在他耳边说 你要怎样才能消气 静以安满肚子坏水 板着脸道 须得你求我 温士宁也愿意哄着他 哄着脸道 求夫君饶我一回 静以安哪里听过 他用这个腔调说话 婉转缠绵 勾得他三魂少七魄 眼神暗沉沉地盯着温士宁 你从哪学来的 温士宁岂会承认 这是他赢下的兵 吹嘘自家媳妇 如何如何黏人时 他偷听学来的 莫非过于怪异 他觉得有些难堪 推推静以安 罢了 起 莫帝静以安稳住他 发了狠狮的搓磨 继续说 我爱听 北帝因静以安的到来 掀起了不小的波动 赵沟留了个心眼 言谈间 再也不敢轻视温士宁 静以安则彻底 替代了温士宁的位子 日日在坝上监工 到了月底 坝修好了 也该回京了 静以安背了马车 徐寒问暖 安前马后 但人前 却凶巴巴地勒令温士宁老实待在里面 少跟人接触 偶尔能隔着帘子 传来操汉子们包含善意的打趣 温士宁往日戳磨他们从不留情 如今竟叫个文官制的服服帖帖 总归是女子 寻个安闻罢了 温士宁懒地同他们解释 他和静以安 是年少时的知己 亦是漫漫岁月里 生死与共的友情人 他在外征战四野 始终有人在身后 做他坚不可摧的盾 静以安怕 但愿意放手 让他去飞 这天底下 所有人都不懂他 静以安懂 宁宁 你看 窗外 静以安立在蓝天之下 天边一行高亢提名的红雁飞过 眨眼 已过万重山 温士宁望着他 浅浅地笑了 此生 他不沉浮于伦理刚常 但永远沉浮于静以安 给予的无上温柔